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你也有关系 他也的确是 但也是 我忘了这一点了 我们都在专注于陈振聪的贪得无业 我们忘记了小甜甜破坏过人家的家庭 陈振聪也是小甜甜的小三儿 是吗 没有 没有 小甜甜的丈夫他认为没死 早就不见了 他没死是为了背后很多理由 包括道义上面 包括一些财务的控制权上面 那是背后有他的理由 可是当时已经大家都知道 包括小甜甜也说老公反正不在 所以没错的 小甜甜是他的小三 可是小三是有分等级的吗 有分种类 还有分 小甜甜是大三 对 大是大小三 为什么谈小三总是我们 谈多了 我谈多了 我回家我都感觉我自己有小三 是有错觉 好像我们俩经验丰富一样 为什么 因为 我是你们的小三 我觉得是 我的幸运数字就是三 相当三人行都是靠三发家 所以那人生一定要三 对 所以对这个话题很有兴趣 为什么呢 你看啊 就你说小甜甜是陈振聪的小三 不是也没错啊 但是就说小三其实 我一直觉得是对妇女不尊重的一个词 但是呢 我们这个汉语现在是如此的这个比俗不堪 你也找不到一个中性的一个词 所以 但是你说啊 正是说啊 你看这个小三的这个事情 富人到这个陈振聪到小甜甜 这个贵人到南非的总统 我们一想啊 都感觉是有钱有势的人 才搞这个玩意儿 是 可是我今天正是要跟你们说说 小三在民间 无处不在 对 他不仅是在名人在富豪身上 而且他在草根社会里 实际上他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存在 但是一般人不去注意 你有的时候你在这个新闻里啊 你找一找不要光注意大新闻 有时候我看到一些小新闻呢 也是特别的有趣 而且这个民间生态 你就觉得 我要给你们看几张照片很有意思 好 它是发生在重庆的一个故事 就有一天呢 有一个大肚子的这个女人 就跑到派出所 说我老公两天不见了 失踪了 报警 说我这个都快生孩子了 这怎么办啊 然后呢 派出所就说你老公去哪了 他说 他说去什么同梁 可能是那边一个地方 他怎么就一去不回头了呢 警察还很热心 就到我给他找 他说我一个孕妇 没有人照顾我 说我妈妈也不管我了 我老公也不要我了 然后这个警察还给他送奶粉 送 然后一边帮他找老公 最后警察总算联系到他老公的电话 说这个事情很严重 你必须回来 他老公还不想回来 警察说你必须回来 有很重要的事 就半框半片 好像回来了 回来了之后呢 那天晚上 他这个大肚子的这个女孩子啊 就在派出所里等着 你先说 我就说 为什么这个这种小三 这种现象 不光出在现在富豪身上啊 他这个男的 他这个老公啊 是个什么人呢 他是个厨子 俩人都在餐馆里打工 就是这个端盘子的 爱上了炒菜的 你们吗 就是还怀了孕 然后呢 这不是总算他老公回来了 这警察说 还是看看你老婆 就这个样子了 结果呢 他老公一进门 后边还跟这个女的 一起带回来了 对 那个女的也是个大肚子 然后呢 那个女的是原配 是老婆 原来说 这个女的是小三 后来这个警察说 你干嘛说他是你老公啊 你看这个 这个女孩子说的 我觉得就反映了社会上 对人家小三的歧视 这女孩就说 我如果说我是他的小三 你们根本 你帮我找吗 不会帮我找的 对吧 你们会骂我 你们不会不理我 所以我必须说是他老婆 然后呢 一见面 这个老公 那就走到这个 所谓小三的跟前说 我不是给你钱 让你做银产吗 那时候就是说 我不想做 我想把孩子生下来 有了孩子 你就跟他离婚 你就跟我结婚 这样就在派出所里 三个人 闹起来 你可以看看这个照片啊 很有这个民间的这种生态 天哪 家伙家伙也有这种处境 你看 你觉得你 又一提又一提 你猜猜 那个是他妈是 他把妈拿出来谈喷 是他孩子的妈 真的 那我明白 你猜哪个是原配 哪个是小三 又停 不难猜吧 又停 心地太好了 我们答案放在心里就好 再看下边这一张 这个厨师 你看 在派出所待的时间长 他们也得吃东西 买个面包 一边给小三 一边给大婆 吃吧 吃吧 不能饿肚子 你看再看下边 你确定他是怀孕吗 后来 这个大婆 走到这个小三跟前 语重心长地跟他说 说你还年轻 你就把孩子留了吧 当您这样怎么留啊 就银产 其实这个东西 都是好像 太残忍了 国际上觉得 这是有问题的 对啊 太多个月了 银产 你看 女人何苦为难女人 是吗 你再看下边 就是民警 在教育这个厨子 民警辛苦 最后你看 那个记者绘照相 最后你再看 下一条 等一下 你确定那是真实的图片吗 真的 是真实的 是真实的 因为理论上 不能这样揉出来的嘛 把脸遮住了 你没看到 没有 是吗 看得出两个女人的脸 没有 没有你刚一直说 什么小三是磁士女人 我觉得当然了 因为我们使用小三 这两个字的时候 常常在一个 磁士的环境里面来使用 可是本身我觉得蛮好的 因为中文里面小 蛮亲切的嘛 小豆 小马 小三 对 小什么 然后三也坦白讲 的确是三个人的关系 是 对 三个人的关系 才会复杂 或是说才会有趣 等一下 而且为什么小三要被 对不起 一个女 我就一直自认为正宫 我为什么要给小三 一个好的称呼啊 为什么 就是 你懂得 就是 他做了一个 我认为不够道德的 事情的时候 为什么我还要 就是跟他平起 平坐给他一个 很正常的称呼 就是因为啊 这个小三这种称呼 就像是鸡 这种称呼 鸡女一样 我觉得你像什么 情妇 可能还比较 他都是一种 就是简单粗暴的 这个社会 你知道 他没有考虑到 这个人生的 复杂性 很多情况下 比如说 咱们叫婚外恋 那你考虑不考虑 每一个故事 都是不一样的 有的是这样 有的是 有的甚至是说 我就知道 那这个甘心 做所谓第三者的人 实际上是 你真正了解他之后 你可能会发现 他是很值得 尊重的女性 等等 没有 还有 因为文涛讲到 复杂性 人的关系 是很复杂的 那 别忘记 谁是小三都不知道 在一个三角关系里面 假如我们所说三 不仅是第三者 我其实 台湾有个很有名的偶像剧 叫犀利人妻 讲的就是 就是一对结婚的父亲 然后有个小三介入的故事 那个小三跟那个 郑公讲过一句话 在感情里面 不被爱的那个人 才是小三 是啊 没错 这句话是明年来的 谁是小三呢 就是小三跟他老婆 你这以后给了小三 可以吵架用的词 是吧 要不小三老是 你有点道德上 第一人一头 你知道吗 就是 你看 我最近看台湾新闻 就是这样 也是上法庭的 就是 大婆 实际上 就是像你说的 她是有道德优势的 她在街上说 你是小三 啪就一耳光的 但你小三 你只能忍辱偷生 你就自己 因为台湾 台湾不一样 台湾有抓通奸罪 台湾 现在龙印台成功了没 因为龙印台前一阵子 他当了官嘛 对吧 很重要的 这是说 呼吁台湾修法 把通奸罪取掉 现在台湾是通奸有罪的 所以大婆就觉得说 我做什么 你都不敢还手 不然我就告你 要你坐牢 要你赔钱等等 所以台湾情况不太一样 可是小三这种事情在 一直都是 其实是民间开始的吧 其实那个 你知道就是说 过去我们老以为 就是那些有钱人 他们有条件 他们搞两个三个 是吧 他们叫一太太 甚至有贪官说一百多个 对 我说你 就是这个值得注意的是 好多这种平民阶层 其实它也是很复杂 这至少有一个原因 跟中国的这个社会变化有关系 几上亿人 外出打工 比如他老婆在乡下 他在这又认识了打工妹 太多远距离的感觉 对打工妹 他其实就好起来了 另外我不是经常讲的 那个故事 有些特别的人口迁移 造成这种问题 就是一个工厂 它是女工为主 几万个女工 可能只有十几个男工 那十几个男工 我跟你说 过着真是少爷的生活 几个女工养着他 就是他甚至都不干活了 但是没有办法 你当地的这种人口结构 就是这个样子 能够透露在哪里 我快退休了 我能够移民过去 就在广东 不远 讲广东话 你的肾要当心 你的肾要当心 先养好身体 是啊 有些过去深圳内 我现在已经没有了 可能号称这个二奶村的地方 你就见到 有些这个男的 整天在家里打麻将啊 那个女的出去做小姐 养着他啊 台湾有这事吗 也有了 当然也是 那你说这种关系 是为什么呢 女人是为了爱情吗 这个 我实在不懂哎 因为我觉得 你刚刚说到对不对 小三法理上 或者是这个道德上 他就矮人一截 为什么一个出发点 一开始就注定 你一定要矮人一截的爱情 你还要这么奋不顾身 这是我不懂 这些女孩子们 就是每个人生来 都是这么的 怎么讲 爸爸妈妈养你长大 你就是一个 这么好好的女孩子 你为什么 从一开始 就要输别人 又婷啊 你说一开始 就输给别人矮一截 是什么理由吗 是法律的理由而已 法律或者是 社会上的道德 因为通常的小三 你一开始 任何的一开始 道德对你会有伤害吗 坦白讲 现在我们都明白 社会里说 有人说越来越下流 有人说越来越宽容 包容 其实都明白 我们往往甚至是 同情家里的大婆的 觉得小三 不管在感情上面 甚至在财政上面 特别在城市 都市里面 很多小三 本身是非常能干的 他们本身有自己 一个行当 一个工作 有经济能力 所以他们没有 矮人一截啊 大家嘴巴讲的 所谓的舆论 所谓的压力 大家听了一下 就说就算了 讲的话 人也不太认真 也不太当真 听的人 又干嘛当真吗 唯有 只有假如真的 像你那么当真的人 才是最容易受伤的人 你知道吗 大婆做不成 小三也做不成 所以他现在 都什么都还没做呢 对 枪枪三人性广告 之后见 一千个外国人眼中 有一千个中国 打开美善 了解中国的门 对话各路 中国通 茅台葡萄酒 世界看中国 星期一至五 凤凰卫视中安台 悠然品黄山 一山一世界 鲜活的黄山 你觉得就是怎么说呢 有些时候 我宁愿相信法律 我不太相信道德 因为这个道德呀 它是一种 不精确的东西 什么事就怕具体 你看 如果你要抽象的说 什么第三者插足 婚外情 你觉得 哎呀那不是好事情 或者说不是好人 可是 你身边也有这样的人 当你身边的 这个朋友 或者亲人 是这样的时候 你总是发现 哎呀你特别理解 而且甚至你寄予深深的 这个同情 哎很多时候 是这样 你比如说像 呃有的人 他的这个老婆 可能是在他的家乡 就就中国很多人 出来创业 他这个发达了 他发达了之后呢 中国人好像对离婚呢 是有一个问题的 就是 比如说他觉得 不想让孩子不高兴 为了孩子 或者说 夫妻两个啊 有的时候成为一种 什么叫共同体的 一种存在 他们的关系 甚至夫妻都不住在一块了 那于是乎 这个男的呢 他在另一个城市 他就是有这个 这个这个情人呢 我觉得现在 社会发展到现在 我的确不会幻想说 我们永远是最高的 极材最坏的打算 就是说 我不会幻想说 你现在结了婚的对象 或者是 那个男生就从一而终到底 我觉得这可能很难 因为社会变化太快 但是总是 当你的心已经有 有二心的时候 是不是可以 结束一段再一段 就跟你谈恋爱一样 一定要共存吗 我觉得共存这件事情 男人不累吗 我都觉得 你今天要骗A骗B 然后这哪累 所以啊 我完全赞成 所以男人是受害者 本来假如老婆包容一点 男人就不用那么累了 老婆回家还可以说 我跟你说 今天我跟小三去吃了什么 就是 我们看那个电影 你幻想这样子的情况 我告诉你 Open Relationship 一个开放的关系 我们从60年代讲到 现在一直讲 其实整个社会制度 没有支持而已 像文涛讲到说离婚 其中一个问题是小孩 可是我们看到 当然你可能需要 像比方说中产 有那个财务能力 本身也能控制你的情绪的 才能做到 是什么呢 离婚以后 各自有男女朋友 或说有老公 有老婆 其实小孩 变成有更多的爸妈 来照顾他 我们看到香港 有好几对的名人 叫离婚之后 好像李中盛是其中一对 对吧 离婚之后 有人访问问他们 你们觉得 对小孩有影响吗 他的回答 他是说 没有啊 更好啊 他们小孩觉得说 我多了几个妈妈 什么什么长辈 来照顾我 来爱我 我觉得只要你能够 处理得到 那个完全不是问题 而且让两个人的爱情 更丰富 处理得到 那就是像李中盛讲 我有小三介入了 好 那我必须要把这段感情 结束 我接下来再一个 这就叫处理得到 但问题是现在大部分 你们都是处理不当的 一个情况之下 而且这个 这就很颠倒 那个价值观 这个三儿啊 我觉得它是个 很有意思的事情 就是 你看啊 我们 我说的那些人 我们不认识 就是有些人说包 就是钱呢 就是那些那个土财主 好家伙一弄包个三七四七 那种情况我不太了解 我了解就是说 现代都市 这个白领 往往就是真的说 这种所谓第三者 婚外情的关系啊 哎 你想它是一种什么呀 它是一种过渡 它从来都不是一个 一个固定的身份和位置 你看啊 现实生活中 有这个经验的人都知道 这个女的 喜欢上这个男人了 爱情是没有理由的 对吗 我就爱上她了 她有没有家事 就喜欢上 喜欢上了呢 这个女人 比如又像又婷这样的 又有才又有貌 也很独立 总是会觉得不行 这样不行 对吧 相处几天 发现这样不行 但是不行不行 也这样相处下去 最后呢 往往肯定还是不行 对 但是最后 于是乎这个事情 就从来没行过 但是呢 你有过这么一段经历 所以欢迎咨询顾问说啊 他所有的小三 你说很难到最后变扶正的 就是说开花结果的 其实都很少数 为什么 因为第一刚开始就是 任何的小三的关系啊 这个男 尤其是男生 会有个第三 你们的关系 一定是觉得他很独立 我很独立 我们两个没有责任 因为我没有家庭的责任 所以我跟你在一起好开心 就是很纯粹的开心 对不对 可是女孩子 总是会越来越依赖 你这感情 不可能收放到这么刚好 你总有一个年限 所以当你越来越依赖的时候呢 然后 那这个感情就会变直了 所以他很难 变回一个很正常的 求到一个正果嘛 所以 你前提只要对方那个女生 不要变那么依赖就行了嘛 你要调教嘛 我告诉你啊 调教 小三这种游戏不容易玩的 真的 不是说你是有钱就能够玩 那个叫包养 那个叫淫乱 对 小三那种游戏 第一个 你要找到能够跟你有共同兴趣的 来享受一段关系的 第二个 你要调教它 你不能让 不能让它发展出这种依赖 越来越依赖你 甚至要把你大婆赶走等等 来取代的 第三个 你不要有小事 因为我们都明白 你状况一出来 往往是有了小事 小三就闹了 所以假如你 恭喜你有了小事以后了 你这个大原则是赶快把小三 潜散了 把小三赶走 那就安全 马教授多像台湾电视上的讲课的 真的 亲身经历 向家三人行广告 之后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多重身份的神秘 谍对谍的地下世界 吸引世人好奇眼光 回顾新中国成立前 显为人知的情报大案 潜伏 一连十击 星期一至五 凤凰卫视中央台 他被誉为国资一号探路者 国有企业从原来国民经济成为的包袱 成为资助 这一段路走出来 中国模式的国家经济该探路何方 国家互相背后 那有一定的预约批很强的企业 那这个企业 现在来看这国有企业多一点 我相信将来民营企业会打上 专访前国资委主任李荣荣 风雨对话 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 其实往内说也没有什么好说的 就是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故事 其实应该同情的看 但是我觉得反倒是外部原因 这个很有意思 因为像你说的 很多女人坐小三没有坐下去 其实很大一个原因 是外部原因 有自身的感情矛盾 但是也怨万恶的社会 你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像南非的总统祖马 他这个总统可以这样 为什么呢 因为在他那个社会文化里 这是正当的 就类似于咱说的 公序良俗的这么一个 如果是在那种 公序良俗的情况下呢 这个人 我要不愿意 是我们之间的 没处好 但是 是因为我们这个社会 今天的很多小三 他最后三不下去 是因为 也不能怪女孩 周围的这个压力 到最后 他没办法 他没个身份 没个社会身份的人 很难生存下去 可是中国社会 以前不是也曾经 允许过一个男生 有三七四线吗 以前就有公序良俗的时候 他可以安稳啊 但是有这样子的时候 大家的社会就和平 或者是更好吗 我不觉得 你有大红灯楼 高高挂的电影 你有那个皇室 后宫三千 那个争来争去的故事 所以也是没有 不见得是安稳 你觉得那个皇帝 有高枕无忧吗 或者是更得快 过得更快 开心吗 因为做人很苦 佛家说苦 你一个人也苦 有老婆也苦 有小三也苦 所以基本上都是苦 重点在于说 小三假如一个 比较开放的社会里面 有可以多的选择 他可以当小三 不一定想着 要当你一辈子 好多女孩就说 我觉得我喜欢这个人 我跟他在一起 甚至讲好 我们大概三年吧 三年到时候再看看吧 那这个会去调整 我们不要低估 男的也好 女的也好 他的判断 对 我跟你说 就你们台湾 有的那个剧团里 我就知道 三个人生活了一辈子 也是文化人 但是他就是一个 很特殊的三个人 你听说过这样的事情吗 哪个 对啊 他就生活了一辈子 相处关系还很好 对吗 好像现在都已经 老得有人去世了 那不也是 就是你要一定要知道 这个世界上 有各种各样的生活方式 但是那些 另类生活方式的人呢 他们往往选择的是隐匿 就低调 不吭声 主流社会以为 哎 世界上都是我们这样的 其实不是 有很多悄悄的 生活着的人 太道德往往是另外一种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录